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出车祸了吗 这是哪儿啊 洛西啊 乔家接亲的人已经到咱们安抚了 快 随他们过去吧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跟爹说一下 让他取消这门婚事行吗 洛西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嫁到乔家以后 你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 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 我求你了 帮我取消这门婚事吧 不行 你今天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此事由不得你 暗生 然后就要靠你自己 姐姐不能陪 姐姐要去找娘亲 这么高兴的剧情 这么高兴的剧情 春月戏马居然落到我身上了 春月戏马居然落到我身上了 这么着急啊 把自己盖头都掀了 赶紧过来把老子衣服脱了 剩我给你脱衣服 贱人你竟敢 敢让老娘给你脱衣服 老娘送你断子绝钻脚 贱人你别走 救你 小卡拉米 来人啊 快来人啊 唉 乔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快把他给我抓住 别来给我跑了 就你们这对狗人 居然把我卖给这种废物做巧妾 谁 想得美 你这人废物呢 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阿姐 紫语 休得胡闹 阿姐 凭什么 哎呀 你赶紧给乔公子赔礼道歉 万一乔太师因此事发怒 你可别连累了我们阿姐 哎呀 你敢打我 我是敌女 你一个庶女 我有什么不敢打你的 露西 青年姐 她没有害我 你快带我走吧 不行 她进不说了我们乔家聘礼 想走可以 钱我还我 人物可是给你送来了 是你没用 她想退钱 门都没有 走 露西 你现在得罪了你妻母 安上说要去内 往后你该怎么办呢 没事 我还有弟弟安生呢 我可以跟我弟弟做点小生意 安度余生 异想天开 你弟安生已经死了 靳云你闭嘴 你说什么 总算摆脱乔家那对母女了 那个世界恐怕回不去了 那接下来该帮我这个悲惨命运的前身 去调查安生的死因了 我也不算白占用他这副身体 天傻的摄政了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替我弟弟报仇 你是谁啊 姑娘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明明看见他往这边跑了 怎么不见了 他一定没走远 继续走 这样吧 我可以帮你引走他们 但是你要答应我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进摄政王府 好 长江 没事 什么东西在这儿装人弄鬼 老大 听说最近萧城闹鬼 老弟 我们是行走江湖的冷血杀手 怎么可能怕这些 大哥 老弟 你先等着 我去办救命 大哥 等等我啊 大哥 喂 胆子这么小啊 当杀手 他怎么被抓走了 不行不行 他被抓走了 我怎么进摄政王府 哎呀 不管了 你 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此人刚刚救了我 将他带回府里 大哥 大哥放开我呀 我是无辜的 王爷 四王爷到了 王兄 听说昨晚王兄被胆人所杀 弟弟特来看望王兄 小小皮外之声 也无大碍 劳私底费心了 既然如此 那弟弟便放心了 还望王兄好生休养 昨夜救我之人所在何处 灰王爷 我也将此人关押起来了 胡闹 他是我的救命人 怎么能关押 索索将他带来 是 大哥 放过我吧 我是无辜的呀 我是无辜的 皇兄 此人是 若不是他装神弄鬼救了我 恐怕今日你 我再无相见的可能吧 原来如此 相比寻常女子 此女确实与众不同 救命 放过我 我是无辜的呀 我不走 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掉 弟弟的死因还没查明白 大好人生还没开始享受呢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我 救命啊 救命 你不是我左眼救的你吗 大胆 竟然敢对摄政王不敬 竟然敢对摄政王不敬 摄政王 原来你是摄政王 好你个摄政王 昨晚我救了你 没想到 你就让你的手下这么对我 早知道 我就不救你了 苏北 退下 不是要杀我吗 来啊 往这儿看 这儿 此女子的确与其他女子不同 还是王兄的眼光独到 昨夜你救本王有功 本王答应你 将你留在府中 苏北 带他下去换身衣裳 是 既然王兄身体无恙 那弟弟便先行告退了 你我许久未见 不妨在府中多逗留几日 也好切磋切磋起义 看看为兄的起义 是否有整件 既然王兄如此盛情 那弟弟便恭敬不如从命 定要将王兄杀个片甲不留 路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弟弟有些乏了 就先行告退 那四弟就好生休息 苏北 带四王爷下去休息 是 四王爷请 你看看你这给我穿的什么呀 你不是要进王府吗 我是要进王府 但是我也没说要做你丫鬟呀 说吧 你进王府是何目的 你进王府是何目的 难道被他发现了 不可能吧 哦 那个 方间传闻 摄政王 文武双全 气质非凡 我就想来一睹摄政王的英俊 哦 方间还说什么了 像我堂堂社会好青年 新时代独立你去 啊 那也要能屈能分 呃 啊 方间还传闻 说 摄政王辅佐小皇帝 我朝 兵强马壮 敌于外敌 呃 百姓 安居乐业 摩泰民安 过来 伺候本王府要 好你个小木呗 我救了你的命 你不知恩图报就算了 还让我给你胃药吗 算了 还是调查安生的死因要紧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 我叫安洛西 安洛西 你姓安 你是安生的姐姐 怎么 你认识我 安生生前跟我提起过你 安生 近日可有喜事 笑得如此开心 王爷交代的事情 又没目了 如果说 按照这样下去 您交代的事情 可以完成 您答应过我 帮助姐姐脱离苦海 放心 此事办成 定会祝你完成幸运 安生万分感谢 安生因为王爷 赴汤蹈火 亦不容死 安生 此时未了 你的死因 本王暂时无法控制于主 但是你放心 你的医院 本王来替你完成 安生 安生 别胡闹 姐姐 我跟你说 现在摄政王非常看重我 视我为心腹 再过段时间 我就带你离开安家 离开那对母女的魔爪了 安生长大了 能保护姐姐了 嗯 当然了 你喂药就不能专心一点吗 能给你喂药就已经不错了 你怎么还挑三件四 给本王喂药是你的福分 我不稀罕 对了 我问你 我弟弟是不是你杀的 安生口中提起的姐姐 性格软弱 她却处处刚强 你进王府的目的 是为了给安生报仇 没错 我就是要来给我弟弟报仇的 怎么 不行吗 他身为我的侍卫 坚守自盗 我杀了他已经校友 又有什么不可以 不对 我弟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堂堂摄政王 会去污蔑一个侍卫 摄政王怎么 做了事情就可以不讲究证据的吗 我乃堂堂摄政王 杀个府里的侍卫 又有什么不可以 天子都需要讲证据 你一个摄政王 难道比天子还大吗 你胆敢这么个本王说话 你就不怕本王把你也杀了吗 既然你承认我弟弟是你杀的 今天 你就要为我弟弟报仇 王爷 安夫人带着安家二小姐找来了 我的儿呀 我的儿子的好愿望呀 说没就没了 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个叫娘怎么活呀 你们说说呀 我儿子是死在摄政王府里边的 求摄政王大人 给我妈很想一个说法 太感人了吧 世上只有妈妈 我都要被感动了 不过 你们这个信 还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要不 你再努努力 洛西 她怎么在这儿 好你个小贱 正好能利用 洛西 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别怕啊 有娘在 娘替你做主 就算是皇帝来了 我也替你们姐弟二人讨回个公道 你给谁当娘呢 我娘早就被你气死了 姐姐 娘她也是好心 你这么对娘 太没有教养了 教养 教我呢 我看你们娘脸 就是黄鼠狼给鸡饭年 哎呀 洛西啊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弟弟不能白死吧 那个灵堂都在家里 摆了三天了 这王府的人 一个吊咽都没有啊 我儿才十八呀 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 安生可不是你儿子 他被你赶出安府 流落在外 最后来到王府的时候 你问过一句没有 现在人死了 你知道来索药赔偿吗 你这张老脸怎么那么厚啊 乔太世家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给我闭嘴 哦 对 这事应该是我来找你算账 哦 大家来评评礼啊 大家还来评评礼 我弟上位发丧 这个恶毒的寂寞 就把我卖给乔太师的儿子 做小妾 我弟是古威涵 他还要利用我弟弟 来敲诈王爷 我的命 怎么这么苦啊 王爷 这 不用制止吗 这姑娘有点意思 安小姐和安生兄弟口中那位姐姐 完全不同 坊间传闻 安尚书有一位彪汉夫人 她常年在外办差 就是为了赌这名汉妇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那本王救助四弟 别找一个这样的汉妇 王兄你又说笑了 我未来的夫人 那可是贤惠得很 不知是哪家的小姐 能得四弟如此夸张 本王倒是很想见上一切 王兄 时期还未成熟 等时期成熟后 我定会让全天下人都见到的 好 那本王就等着那天的到来 放心 王兄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四伯 安生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回王爷 刚摸到线索 人就已经死了 那就好好利用一下 这个不一样的季节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们还有没有规矩了 竟敢大闹摄政王府 我看你只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参见摄政王殿下 看够热闹了 摄政王殿下 摄政王殿下 无论我姐姐犯了什么错 希望你能看在家父的面子上 饶了他吧 本王知道 安上书常年身处边疆出公差 就是为了躲避旱旗 家父 只是想问陛下 多做些事情罢了 没想到 这个摄政王建察能力挺强 所以你们母女二人大闹王府 就是为了让本王知晓 安大人的忠心 王爷 我家老爷不在家 儿子又惨死在你府上 我总得给我们安抚讨个说法吧 那你想要什么说 我儿子在你府上 信心经历半差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他现在死了 怎么着也得 值个一千两黄金吧 还真敢要啊 正是生在现代 绝对能在诈骗公司做个经理 一千两黄金 你不给钱也行 要不就把我家玲珑 收入摄政王府 做个侧妃 也算是给我安抚一个说法了 原来是帮女儿上位来了 看我怎么破坏你的记录 摄政王明剑 这对母女别用用心搬弄是否 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洛西 你发什么疯 摄政王 你别进到造谣啊 眼呗 我看过那么多电视剧 还玩不过你们 王爷啊 他们又想骗钱 又想骗你的人 这是劫才劫色呀 如果用你骗本王 本王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放开你的爪子 小心我有名 安生偷盗被抓 本王仁慈赏逃二十军棍 是他自己没扛住 那是他自身转命 哎呀 我儿子的命好苦呀 他尽心尽力在摄政王府上 曼差多年 居然被活活打死 苏菲 送客 送 送给我 我夫君好歹也是二品官员 你一句短命就想打发了我 没满 这就装不下去了 你这演技也不行啊 你弟弟是个短命鬼 你就是个讨债鬼 我上门来 还不是为了你和你弟弟 你这个小贱丫头 居然胳膊转往外滚 少拿我俩说事 有本事 你把他也送过来 等他也死一个 你再来上门讨战啊 你这个小贱人 我死了你的嘴我 放肆 竟敢在摄政王府撒影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还没给我弟弟报仇呢 你要死 你别现在死 我说呢 放着乔太师家的妾室不作 非要跑来做摄政王府的贱婢 原来是想攀高枕啊 再胡言乱语 撕烂你的嘴 我攀附高枕 你江雨师为了霸占安家财产 你先是将我弟弟安生赶出安府 回头又把我变卖给乔太师的儿子做妻 现在又想借你的女儿攀附摄政王 以上哪个事情不是丧尽天良 你江雨师就不配做个人 小江提子 你给我说 我可没有 有没有 你心里最清楚 还有你女儿手工杀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劝你最好不要再给我找麻烦 不然 我就让你的女儿身败凌厉 小心人 我要杀了你 娘 当初把我卖给乔子宇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今天这个下场 谁让你是个没有人要的烂伙 你活着的意义就是给我当电脚师 对 对 说的没错 谁的一辈就是来当电脚师的 江雨师 我要让你看清楚 以后 是谁被踩在脚底下 小贱人 你敢忤逆我 当初 就快让你跟那个老贱人一起去死 你对我娘做的事 我一定会千倍 万倍的奉还给你 他到底是谁 只要你还待在憨家一天 我就是你的寂寞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千倍万倍不还回来的 他不可以 本王可以 摄政王 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是我们安家的事情 我借您 还是不要插手吧 若本王非要插手呢 他为什么要帮我解围 是不应该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安生的死 对我心上有愧 你 王爷 王爷 我娘他就是一个父道人家 不懂规矩的 你放过他吧 求求您了 娘 你快向王爷道歉呢 王爷 求您了 笑他 大闹摄政王府 还想让本王放过他 我们家老爷是二品官员 您不能随便动我 本王今天就好好处置你 来人 摄政王驱打二品官员家劝 我一定要告诉我家老爷 让我家老爷在太皇太后面前参你一本 四位 有人要参你家务 此事 你怎么看 安尚书夫人江诗语 冒犯王爷 对王爷大不敬 按卧朝律法 您障毙 面积安尚书是有功之臣 障行一时大板 即刻执行 你们不能打我的 你们不能打我的 你敢打我呢 弗熙你这个贱人 我绝对不会碰过你的 是 姐姐娘亲年纪大了 见不起这么大的 你就念在 娘亲平时对你的照顾 你求这王爷不住手吧行吗姐姐 阿玲玲 你求人呢 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哼就凭你们对我做的那些事 还想让我求王爷 想的美 姐姐 迪洛给你磕头了 求求你了好吗 你要是再玩一点 娘亲他就真的被打死了 姐姐求求你了 哎呀妹妹 刚才姐姐跟你开玩笑呢 快起来别这样 阿洛西阿洛西 你终究还是为我玩呢 我问你再怎么样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只能做我的垫脚石 雕虫小技 还敢在我剑插大师面前 搬门弄斧 是以前那个安洛西吗 真当老娘十几年电视剧白看了 老娘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乐极胜碑 王爷 方才我妹妹告诉我 说我娘身强体壮 区区衣食杖刑 无关痛痒 还请王爷 不要白费力强 你们今天是都没吃饭吗 神圣王 你 我 韩洛西 你 你 你 到底就真的想要看着娘亲死在这儿吗 少废话 死的是你娘又不是我娘 当初我娘死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说过 我会千倍万倍的奉还给你们 这 只是刚刚开始 娘 娘 娘 怎么办呢 启禀王爷 这个罪负晕过去了 打了几下 不过区区八下而已 本王麾下的士兵被打了二十军轨 还照样能上战场杀敌 那这么说来 我弟弟不是被你打死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 是不是你骗我 韩夫人 是谁就是你来闹事的 我就是来为儿子和女儿讨公道的 这有错吗 还敢撒谎 你本王继续打 别 王爷 我求求你 你别再打我娘了邪魔 我求求你了 娘 咱们说实话吧 说实话吧娘 不能说 娘 咱们背后那个人是不会来帮咱们的 舍着我 滥勇私心 踏死官员家卷 我家老爷 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区区区一个安上书 本王就会放在眼里吗 妹妹 你快劝劝他吧 再不说的话 可真的会被活活打死的呀 给本王继续打 我让我求求求您了 你别打我娘了 你别打我娘了 别打了 你 不想你娘遭罪 你快劝她说实话吧 娘 我 不能说 娘 娘 韩洛西 我要让你给我爷偿命 我们 你可是当众行刺 上乘王是朱九族的大罪 不是 我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对不起王爷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不是故意的 三哥 他们毕竟是安上书的家眷 你也惩罚了 看在安上书为国有功的份上 网开一名 三哥也能落个人得的美名 别罢 本王今日便饶了他 可再有下次 定不起了这 滚吧 三哥 既然事情已了 那不如我们切磋起盘 也好让我看看 你的旗艺有没有长进 苏统领 我要回安府拿些东西 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王爷 请 安洛西安洛西 你才敢回家 看你回到安府我和我娘怎么熟悉 我刚回家你就对我又打又骂 有你这不当爹的吗 你这个不孝女把安家的脸都丢尽了 你还敢回来 给我家法刺牢 你还敢回来 你还得玲珑当中被凶手 害我差点被打死 你还有理了 你少在我爹面前 你少在我爹面前到达一趴 明明是你们不知廉耻 利用安生去敲诈勒索 凭什么就是我的错 慕无尊长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 还愣着干什么 执行家法 我看谁敢逗我 犯了天哪你 敢跟我这么说话 不是你爹 我就是废了你 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扫言 你可千万不能造容了她 哎呀 夫人啊 你受委屈了 我一定好好关教这个不孝女 江玉神母女说什么你都信 做什么你都听 就不肯听我一句便捷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嚣张跋扈 不知廉耻 无逆尊长 我这个堂堂二贫商收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我情愿没有生过你这个现实报 给我打 狠狠地打 以前你这么对我娘 现在这么对我 若是不想认我这个女儿 当初为什么生下我 你娘那个贱人 不守妇道 背着我偷人 若不是我发现的机事 俺家就会成为整个萧城的小兵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海生是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知道吗 要不是你相信他们两个的谄言信以为真 你真是个老糊涂 混账 若是真像你说的那样 你娘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说明他心里有归 他姐是你生了 你什么时候信过我 没人负更不配做我父亲 好啊 你现在都该这么顶撞我了 你是进了王府 翅膀硬了 对 我就是翅膀硬了 怎样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你爹 你不是我女儿 给我滚出玩家 你们两个饭桶 连王爷的伤都治不好 要你们有何用 怎么了 王爷和四殿下比戒 伤口撕裂 导致王爷昏迷 这两个饭桶也束手不策 他都受伤了 还射什么剑 不要命了吗 我也劝过王爷了 但你知道了 他那个脾气 根本拦不住他 算了 我看看 我二位行医多年 救过的病人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救你还能看病 哼 就是 王爷 不要听他信口辞皇 如果因为他 导致王爷伤势加重 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信口辞皇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医术 肌肉组织和骨头没问题 但伤口已经明显出现了感染 苏北 你去准备一些金创药 棉布 针线 你要这些做什么 不想你家王爷死 就赶快去 是 安小姐 这就好了 啊 好了 那王爷何时才能醒 大哥 我不是神仙 我也不会法术 苏醒不需要时间吗 醒了醒了 我也醒了 老夫行医多年 从未见过这种治疗手法 哎呀 真是太神奇了 安小姐 你简直就是 在世的华佗呀 安小姐医术高超 手法精湛 令老夫叹为观止 不知可否收老夫为徒 没骨气的东西 老夫正有自意 方才也不知道 是谁说我信口四皇 我也不知道 我喝得喝呢 能指点你们二位啊 师在下 有眼不识太深 我安小姐 大人不济小人过 不要跟我等一般见识 对对对对 我等愿为安小姐 安前往后 在所不存 那 看你们表现吧 师父在上 受徒而一拜 这还差不多 起来吧 哎 谢谢师父 你去把刚刚 熬好的药拿上来 是 快走 走 走 来 怎么 怕我下毒害你啊 王爷 您挥密不醒 伤口撕裂 他医面也束手无策 还是安小姐有办法 他还给您开了药方 你还会医术 我会的 可多着呢 苏贝 你先退下 是 说 你为什么要冒充安生的姐姐 还有 你姐姐本房到底是何居心 你为什么要冒充安生的姐姐 我没有冒充 我就是为了给我弟弟报仇 安生口中的姐姐 和现在的你 简直判入两人 坏了 光想着怎么出气了 都忘了安生眼中的姐姐 可不是我这样的 那本王倒想知道 你究竟想怎样报仇啊 哎呀 你以后就知道了 抱歉 安生不是本王杀的 那安生是谁杀的 安生在外执行任务 身负重伤 本王得知消息时 他就已经死了 我不信 你就是找理由堂塞我 安生就是你杀的 本王若想杀一个人 又何须理由 更何况安生深得本王弃处 本王为何要杀他 既然你不打算告诉我 行 那我自己去查 本王奉劝你 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 否则 后果不是你所能承担的 你少吓唬我 这事 我查定了 此女性格刚临 若执意调查 定会有生命危险 不行 为了安生 我也要阻止他 你当王府是吉士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不然呢 难道我还真当你丫鬍 哎呀 你放开我 本王若是不放的 我倒是要看看谁敢拦我 你们 我倒是要看看谁敢拦我 你们 苏菲 属下拦不住他 还请王爷责罚 这里是本王的王府 不是他的大将军 自己滚下去领罚 是 你放开我 我不走 小哥哥 听说你病了 准天是特意过来照顾你的 好了 苏菲 你先下去吧 是 你你你 你是谁 我就是王府一个普普通通的丫鬟 丫鬟 见到本小姐为何不行礼 我是王府的丫鬟 又不是你的丫鬟 跟你兴什么礼 一个小小的丫鬟 竟敢对本小姐屋里 今天就让你尝尝 本小姐的恋 哎呀 王爷 快看看呀 那小小的奴才都敢动我动手 过了 他是本王的人 谁也不能动他 你个狐狸精 敢勾引我萧哥哥 本小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本王说了 谁也不能动他 够了 王爷 她只不过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丫鬟而已 谁说她是丫鬟 她是本王的女人 别以为有王爷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逗你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向太后太后请旨 封我为摄政王妃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 小木柏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人了 从你要进王府的那一刻起 你就是本王的人 他们又欺负你了 要你管你们没一个好东西 你放心 有我在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喂 你干嘛 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我跟你说 咱俩的事还没完啊 此物是安生死前钻在手里的 她方便去调查一件贪默案 身负重伤 只带回来这枚令牌 后来呢 遇到你的那天晚上 那些黑衣人 也和这枚令牌有关 想不到此事这么复杂 你不是想要调查你弟弟的死因吗 我正好要调查一下贪默案的主 一有消息 我就告诉你 我和你一起 正好你能多个帮手 你一线女流之辈 能帮我调查什么吗 你别瞧不起女人啊 我会的 可不比你少 此时凶险万分 调查此事会有生命危险 不是你能够随便参与的 你堂堂摄阵王 我都救你两次了 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给我拿些银票 你要银票做什么 哎呀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反正有用 你给不给吗 不给算了 我自己想搬 苏北 去取些银票 哎呀 你放心 这银票我肯定不搬呢 娘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 世到如今 我们只能按照主上的意思 想办法尽快嫁进摄政王府 娘 摄政王就不可能娶我的呀 冯县 娘自有办法 哎呀 李温 你来了呀 上次的圣宝片 知道怎么样 哎呀 太神奇了 用了这宝贝啊 我的兴风 回来了 不错吧 今天我让我堂兄堂弟 全都过来给你捧场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李温万 您看看 这可是我们爹的新品 这什么玩意这么臭啊 这您就不懂了吧 这东西啊叫榴莲 这可是我们老板 从何院的地方搞过来的 我们老板给他取名叫 马莲王 这东西啊 可比圣宝片好使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给我弄几个 送府上去 还是您爽快 您慢走啊 呦 张夫人 您的气色 看起来这是越来越好了呀 您哪 也是越看越年轻了 可不是吗 这几天左邻右舍邻居也这么说 多亏了你家的称夫高 抹上他 这人哪 也年轻十岁 今天来 主要是给我那些远方老姐卖 多买些去 谢谢您 您看看咱店里边的新品 这么臭 这是榴莲 对治疗魁水 有奇效 你当真 当真 摆上咱店的会员卡 以后啊 有什么新品 咱第一时间 给您送到府上去 会员卡是干什么的 怎么办理卡 会员卡 是咱们店身份的象征 只有在咱们店 消费过千两的客户 才有资格享受 而且 数量有限 仙道仙德 有些人天生贱 再怎么打扮 也是贱臂药 药 这是谁家养的花孔雀 怎么跑这儿来发情了 也不知道你这个贱臂 使得什么下贱手段 死皮赖脸的缠着网眼 真恶戏 那也比某些 硬塞都没人要的强 你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不怕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陪衬 太皇太后早就答应我哥哥 封我做摄政王妃了 等到了那一天 我就把你卖到妓院去 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一步上书府 安玲龙到 见过三位姐姐 萧承是没施灵女子了吗 什么货色都能来选妃 这安家二小姐 看着 倒是比她有几分姿色 唉 管我姿色 没有脑子是没用的 凌龙给姐姐请安 咱们走着瞧 坊间传闻 安家姐妹不合 如此看来 都不用本小姐亲自出手 你就很快会被踢出局了 那就祝你美梦成真吧 花孔雀 太皇太后驾到 臣女拜见太皇太后摄政王 起来吧 太皇太后 萧哥哥 摄儿今日打扮得如何 嗯 不错 像个花孔雀 谁是安洛西 臣女安洛西拜见太皇太后 拖出去砍了 母后 这是何意 使用下剑手段 狐媚摄政王 此等剑壁 哀家岂能留的 凭什么占我 我不服 姐姐 你就认罪了吧 难道 太皇太后 还能冤枉你不成 太皇太后 这都是摄政王让我干的 大胆 还敢嫁祸摄政王 小女子是摄政王府上的人 做了什么 虽然都是摄政王的旨意 那哀家倒是要听错 摄政王到底让你做了些什么 太皇太后 给我定什么罪 摄政王就让我做了什么 放 好你个贱婢 竟敢谢耍哀家 来人 把这个贱婢给我拖出去 杖毙 谁敢 怎么 你是要为了这个贱婢 来捂蔑哀家吗 儿臣不敢 只是母后 您明知道洛西是儿臣忠一事 却非要治他于死地 您这不是要伤儿臣的心吗 请太皇太后息怒 看在摄政王的面子上 挨下去饶过你一次 既是选妃 那就开始吧 太皇太后 我们几个人里 当属臣女绅士 与摄政王最为般配 还请太皇太后 封姝儿做摄政王妃 这选妃啊 又不是选货品 还要挑牌子 自然是要选 对王爷一心一意的女人 选妃讲究门当户对 摄政王的王妃 不仅要出身邪恶 还要有才华 修养 自然是名门王族更好 母后 本王倒是觉得 选妃应当选 笨得好 摄政王说得对 笨得好 俗话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我这么聪明 她肯定不会选 我还是早点离开 这个鬼地方的 不然迟早被他们 娘俩玩死 母后 儿臣忠于安家大小姐 安洛西 儿臣想娶她为妻 不是吧 大哥 你不是说选笨的吗 怎么就选上我了 休想 哀家绝不允许 你娶她为妻 就是 莫白哥哥 是应该选我呀 不应该选她呀 哎 这就对嘛 快选那个花孔去 母后 儿臣已然未及人臣 若是再取个门当户对的 外界岂不是要怀疑 儿臣对皇位存有二心 若也 还请母后恩准 迎娶安洛西 阿姨 怎么回事 你看我 从头到脚 哪符合你要求了 那你说本王取谁合适 自然是青年姐 好 汉师府瞧青年协良舒德 封为摄政王妃 至于你 让哀家好好想想 怎么来处置你 不是 太后太后 您答应舒二的 您怎么能变卦呢 我 闭嘴 多谢太后太后的厚爱 臣女无辅销售 亲眼姐 臣女不喜欢摄政王 我愿嫁给她 太后太后 她不愿意 我愿意呀 您不能变卦呀 摄政王意想如何 母后 儿臣宁愿不娶 也不愿意娶她 臣女也不愿意 嫁给摄政王 即便太后太后 赐臣女的罪 臣女也不愿 你们一个个都反了 都敢顶撞哀家了 太后太后 您就赐封我吧 您可是答应过 我哥哥的呀 不能说话不作数呀 母后 儿臣只愿娶 洛西一人为妃 若不然 选妃作罢 请太后太后 收回成命 放肆 哀家选定的王妃 岂有收回的道理 摄政王的王妃 哀家就能输了算 乔太师年事已高 他可经不起儿女闯祸 臣女 孙痴 沈叔 封为侧妇 你喜欢的那个安洛西 也封为侧妃吗 至于安家二小姐 就留着做个美人 母后 行了 此事就这么定了 哀家也是为了你好 陛下年幼 难道你希望看到江山一处吗 儿臣 谨遵 母后一旨 我去 我这就被这么嫁着死了 一个月后完婚 先让礼部尚书夫人 好好教教你们规矩 韩洛西 真是冤家路窄呀 咱们娘儿俩又见面了 我们走 我哥哥可是大将军王 我才不要学什么礼仪规矩 哼 别以为当上了摄政王的侧妃 我就拿你没办法 我能让你屁股开花一次 就能让你屁股开花第二次 那咱们就走着瞧 嗨洛西 你也别太嚣张 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 老娘要你好看 怎么看起来有心事的样子啊 秦妍姐 他们都争着抢着想做摄政王妃 为什么你不愿意啊 洛西 我心有苏书 可是她不爱我 谁啊 哪个王八蛋这么不长眼 洛西 我真的不能嫁给摄政王 秦妍姐 放心 我帮你报得美南归 臣妇奉太皇太后的意志 前来给各位贵人教导礼提 还望各位贵人 慎真学 你跟汉妇能教出什么好 圣姑娘 谨言慎行 才是女子得意 我有说错什么吗 萧承谁不知道你是个汉妇 就连老师本分的挨上书 也害怕得不敢回家 成天躲在那个什么 荒山野岭的边疆 宁可看着野人 也不愿意面对你这个汉妇 沈姐姐 这说话呀 可要留口德 我娘侍奉太皇太后一职 来教导你我礼仪的 沈姐姐平日不是最听 太皇太后的话吗 怎么 今日 难道沈姐姐想让太皇太后 对姐姐失望吗 我 自然不会让太皇太后失望 我从小就在太皇太后身边 这些礼仪 本小姐早就会了 根本不想学 洛西 我有些乏了 我先回去了 你们都走了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想当王妃啊 现在没了外人 我的好姐姐 别以为当了侧妃就能嚣张 阿玲瓏 就算你进了王府 但我是侧妃 你最多就是个通房美人 我还是高你一等 小姐 我让你有命当 没命想 哟 怎么着 你难不成还想杀我 这里可是摄政王府 你的屁股不疼啊 韩洛西 你别以为摄政王宠着你 我们俩就拿你没办法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 住手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这是我们韩家的事情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难不成 你和这个安洛西有戒腿 你休得胡言 再不动手 我就要动手了 韩玲瓏 你给我等着 韩玲瓏 你给我等着 安我废心没救 我没事 我们家玲瓏好心教你 你可别不领情 江雨师 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谁也别消耗过 哎呦 这是吓唬谁呢 有本事 你却让摄政王去武尼太皇太后 给我赶出王府班 少拿太皇太后压我 行了 今天时候也不早了 就这样吧 算你去一起好 今日就当是小城大街 我就不信 四次都有人来救我 安王妃 这件事要不要禀报王爷 不用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我被人羞辱 谁啊 艾妃这是怎么了 滚 都是你 排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不是说有你在 我不会被人欺负的吗 哎呀 放开我 大骗子 是我的疏忽 本以为他们母女二人 不敢在王府动手 现在看来 是时候该给他们点教训了 你 你先放开我 怎么办怎么办 我竟然被古代人床冻了 可是他的长相 也的确长在了我的审美线上 嗯 别说话 安乐兮啊安乐兮 我就不信 这次还能有人来救你 跟我走 不行 我不能走 他们会诬陷我放火的 娘 怎么里边还有动静 给我烧死他 就算烧不死他 你下一刀 你给我下去 来人呐 赶紧来救火呀 快来人呐 哎 救火呀 赶紧救火呀 王主任 你干什么拦着我们呀 火质这么大 万一伤到侧王妃 我们就完了 哎呀 我这不是提醒你们 演的救火的时候伤着自己 娘 差不多得了 等会儿烧到房顶了 我当了侧妃 还得住吗 快救火呀 快点快点 这边 这边 安乐兮啊安乐兮 你当上了侧妃 我作为你的娘亲 理应要给你庆祝庆祝 给我撤着他们 你们在王府纵火 等着王爷发落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和母亲是来灭火的 这些人可都看见了 不信你问问 你太狐烟 摄政王 您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两个恶父 本王之前请饶了你们一次 没想到你们居然敢放好烧王府 谋害本王爱妃 王爷息怒 王爷 我们真的是来救火的 救火 你们救火的用具呢 胆敢谋害本王爱妃 本王定不会饶了你 王爷 您这可就真的误会我跟我母亲了 我们真是来灭火的 苏美 快 给我打 允王爷 王爷 我们真的是来救火的 求求你 饶了我们吧 你们在外放火 我就在无人 还敢找兵 王爷 饶了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就是跟姐姐开个玩笑 开玩笑的王爷 姐姐 姐姐你跟王爷求求情吧 只要下去我跟娘 真的会被打死的姐姐 好一个开玩笑 正好本王心情很好 刚好跟你们开开玩笑 给我各家五十 不要啊 王爷 不能打断的 鹿 鹿 鹿兮 把娘知道错了 求求你网开一面 跟王爷替我们求个情 还求他饶了我们吧 再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会被打死的 这是你们真有最情的 安洛西 你 我们这样还打 你竟然见死不救 你是个无情无义的小贱人 你 我妈讲 怎么会有你这种白眼狼 安洛西 你是个小杂种 你就跟你那个短命的弟弟一样 都该死 你就是个奸杀孤星 你渴死你弟弟 又渴死你亲娘 现在 还想来渴死我们安家 小杂种王 你早晚会被这个狐狸 竟敢恨死他 苏北 你也想和他们一样吗 安洛西 作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这是你们自作念 为我何干 王爷 我爹可是朝廷命魂 你不能对我们斗死贤王爷 命魂 难敢放火烧我王府 等同谋逆 你以为本王治不了你们的罪吗 善政王 你杀不了我呢 过不了多久 救我们的人就会来了 今日 就算太皇太后来了 一样救不了你们 本问斩 帮你 来 喝酒 这什么呀 都糊成这样了 这是个人喝的吗 这是本王亲自熬的 你必须喝完 啊 你熬的 好难喝 你什么 都喝你自己喝 我才不喝呢 本王一片心意 你还不领情 亏本王白毛会一早上 对了 他们 你打算怎么处置 给点小惩罚就好了 毕竟我也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如果真砍了他们的头 我爹那边 我也不好交差 看不出来 你爹这么对你 你却对他这么好 王爷 安尚书求见 安尚书要见谁啊 安尚书要见王妃 见我 哎呀 参见侧王妃 父亲来找女儿有何事 汐儿啊 爹求求你 能不能让摄政王 把你娘和你妹妹给放了呀 你娘被打了 身上有伤 若不及时一致 会落下病根的 你知道昨晚他们做了什么事吗 我险下被他们烧死 你连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 我是你的女儿 你心里就只有他们母女吗 爹知道 爹知道 可是 现在不也没事吗 是 我是没事 如果他们得手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哎呀 汐儿啊 我们先不说这些 眼下当务之急 是把你娘和你妹妹放出来呀 当年你也是这副嘴脸 任由妻子 儿子被那个毒妇诬陷 哎呀 我娘 我生生的被气死了 哎呀 这这这都是从前的事情了 咱们就不要提了嘛 你先让摄政王 把他们母女两个放出来 其他的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呀 要求你去救 我不吃 你 怎么 软得不行来应用 你但凡对江羽是母女 有半分无情 我都敬你是个男人 不孝女啊 不孝女啊 你娘不守父道 在外面偷人 什么个死生子 难道还要欧养着吗 安生是不是你儿子 你心里没说吗 若不是那个毒妇教唆 你又怎么会修妻曼儿 她又怎么会顺利进入安家 又怎么能霸占家产 娘 又是没有跟其他的男人私通 她自己为何不辩解 你有给她辩解的机会呢 你不配做我娘的夫妻 更不配做安生的妇妻 谁少说这些民用的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救不救他们母女两个 忠若不然 休怪我不顾念 妇女之情 妇女之情 所谓的妇女之情 在我娘去世的那一刻 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明是你老眼昏黄 黑白不分 将你是母女 送我 杀亡 犯的可是死罪 你凭什么让我放了他们 你不是我的没错呀 你就是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啊 亡我白养了你这十几年 好 今天我就还你这份恩情 我会去求摄政王 但从今往 你我父女 恩断义绝 再不相认 既然如此 那就让摄政王 赶快放人吧 你不用说了 我都听到了 王爷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慌慌张张 爱玲珑和江水都死了 你说什么 他们是怎么死的 回王爷 武作说 子二人是被毒死的 毒死 不可能 这天劳戒备森严 什么人能够进入此地给他们下毒 你怎么了 我虽对他们恨之入骨 但他们现在就死在我面前 心里有种 说不上来的滋味 作为 给帮王茶 好好地茶 看看究竟是谁在下毒 是 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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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十分痛恨他们 但此事一出 我爹对我的误会 定案是不可能解开了 罢了 反正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疾病王爷 有发箭 属下调查得知 今天是小六子 负责给这娘俩送饭 属下去找小六子时 发现他已经死在屋里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被勒死的 大胆 什么人敢在本王眼皮底下 频频行凶 王爷 这是属下 在小六子手中发现的 此物并不稀奇 只有能代表什么 你之前给我看过的 那个令牌呢 令牌 就是我弟弟死的时候 手里拿的那个 看来你的猜测没错 杀害我弟 和毒害母女俩的 应该是同一帮人 太皇太后一旨 请摄政王速速进攻 陛下怎么样了 回太皇太后 陛下她 陛下脉相实强实弱 龙体枯冷颇热 臣等也 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症状 恐怕 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 恐怕陛下 活不过今晚 放肆 大胆 竟敢诅咒陛下 来人 拉出去砍了 太皇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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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母后切莫心急 肯定会有办法 医治好陛下的 太皇太后 依老臣觉得呢 应该把那萧城 所有的大小名义 都请来 给陛下诊断 素素来人 把萧城 所有最好的名义 都给带过来 凡有怠慢者 格杀勿论 报 摄政王 摄政王妃到 儿臣参见母后 起来吧 母后 陛下这是怎么了 陛下脉相实强实弱 龙体忽冷忽忧 太医们也束手无策 陛下身体一向健康 怎么会突然这样 忽冷忽热 那不是发伤吗 高烧在古代 可是要命的 小皇帝还真可怜 哦 对了 摄政王大人 传闻 安王妃也精通医术 可否让王妃 给陛下诊断呢 哀家也听闻你会医术 陛下这病 既然太皇太后 和李丞相都这么看好我 那我去看看吧 老邪 你行吗 放心吧 我先看看 老邪 怎么样 陛下这病有些蹊跷 陛下怎么样了 放屁 竟敢对陛下不敬 不是你让我治的吗 你尊敬 那你来治啊 洛西 怎么样 去准备 金银花 蒲公英 莲鞘 紫花地丁 川心莲 射干 白头翁 板栏根 败将草 山豆根 鸭胆子 大血腾 白花 蛇蛇草 每样各三斤 简直是胡言乱语 你所说的这些药 那都是清热解毒所用 你这 用这么大的量 每种用三斤 你倒说说 拿它干什么 太皇太后 以老臣看哪 这王妃 根本就不会看病 她用的那些药 简直是 可笑之急 依我看哪 她就想 谋害陛下 唉 让我救人的也是你 说我害人的也是你 行 我不管了 你换个人救吧 你看看你的忠心 能不能感动天 感动地 感动上天的神仙 下来救陛下 哎呀 伶牙历齿 信口此黄 你要真能把陛下 治好了 老臣 随你处置 一言为定 那 若真能治好了陛下呢 那老臣 就在此 给你 跪下学狗叫 够了 给本王闭嘴 陛下病他之前 而等如此胡闹 撤何底统 洛西乃本王王妃 又岂会谋害陛下 还是说 丞相认为 本王也想谋反啊 哎呀 舍真王息怒 老臣并无此意呀 是啊 三哥 李丞相只是关心则乱 顶撞了三哥 望三哥以大局为重 救治陛下要紧 还请摄政王妃 继续救治陛下的恶极 如若能治好 本王定当感激不尽 好了好了 既然摄政王妃 已经开出了方子 那就赶紧抓药吧 陛下的病就有劳你了 太皇太后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都别闲着呀 把所有草药分门别类 尽数捣碎 五火烧开小宝主 愣着干嘛呀 快点干呀 好 师父啊 如此多的药 捣碎熬虫汤 莫说是陛下了 就算是整个皇宫的人都喝 也喝不完呢 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还想不想 让我指点你了 就是 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师父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问那么多 为什么干什么 师父 他呀 就是个鱼目脑袋 他那里 他那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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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 你 可不清澈目 真能有法提纯呢 你们还以为是中药汤子 哎呦 太皇太后 陛下龙体金贵 这种古怪的药 万不可给陛下饮用啊 喂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你是怕我治好了陛下 你说了赌约吧 你那药根本治不好陛下的病 你纯属故弄玄虚 母后 这是洛西新牢配置出的药 还是让陛下赶快服用吧 如若陛下龙体金贵药有任何损伤 本王爷承担一切后复 洛西 陛下服下这药已经一个时辰了 你这药 我就这么大能耐了 如果这都不好 说明皇帝活该命对 荒谬 陛下龙体怎能这般儿戏 本王把脑袋一压在这儿了 阿拉阿拉 我这药啊 就算治不好 也吃不死人 你放心吧 哦 哎呦 不好了 陛下吐血了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你这妖女毒害了陛下 洛西 陛下没事吧 应该没事吧 胡闹 都吐血了 怎么没事 我说的是 应该 没事吧 陛下如何了 奇怪了 这陛下 脉膜已经平稳 已无大碍了 简直一派胡言 陛下都吐血了 怎么还无大碍啊 但是 陛下的脉膜 确实是有所好转 难道是 胡扯 陛下就因为吃了他的药 中毒才吐了血 丞相大人 我怕要让你失望了 陛下确实是中了毒 什么叫我失望了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来看看 啊 没什么 随可一说 摄政王妃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陛下是吃了有毒的食物 导致肠胃发炎 引起的高烧昏灭 大胆 竟然有人敢蓄意谋害陛下 此事必须得彻查到底 查 咱参与者 诸九族 这次也多亏你了 我这不是也给你长脸吗 也多亏你出手 这回 母后对你一改常态 赞予有加 不过你说 既然有人敢给小皇帝下毒 胆子也真够大的 你可知 敢给皇帝看病 一旦出现任何差错 那可是要掉你来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没有治好小皇帝 那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真没治好 那就只能让太皇太后治你的罪 我也保不了你 好你个肖木白 你这么无情是吧 好了好了 你是本王的爱妃 本王怎么会让太皇太后治你的罪呢 这还差不多 算你还有点良心 王爷 我什么也没看见 滚 王爷 苏北找你 肯定是有要事说 说 王妃 之前您店里的伙计 送完一封信 信息准确吗 就是这里 他说最后 跟丢了他 就在这里 只要找到那个人 就能顺藤摸瓜 这个办法也确实可行 行不行 得试一试才知道 老西 快走 走啊 走啊 木斑 你们是吧 快走 这里 不安全 木斑 你别乱动 我刚给你止了血 我们这是在哪儿 刚才你晕倒 我只能找一个藏身之处 先为你止血 对不起 都怪我 要不然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只要你没事就好 你说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 能与你共赴黄泉 这辈子都吃了 我有什么好的呀 第一次见到你 就决定是你了 可是你是堂堂摄政王哎 在别人眼里我是摄政王 在你这儿 我就是肖木牌 快 有事放跑了 我们都得完蛋 哎呀 呸呸呸呸 乌鸦嘴 是因为我和你死在这儿了 能跟我一起死不好吗 大哥 活着不好吗 你当然都什么脑回路 你干什么 露西 我怎么可能舍得你死 我去把他们引开 你找机会趁机逃跑 小木白 你把我阿洛西当什么人了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听话 你留在这儿帮不了我什么 哎 你先走 我随后与你会合 我不 你不走 我也不走 他不停歇 无迷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你们躲在这儿 可是让老子好找 放肆 知道我是何人吗 老子管你是谁 我只接到消息 来这儿杀了你 我乃摄政王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你们 去把他们给我杀了 哦 对了 这个女 你不知道 老子今晚就要爽一爽 少爷 他可是摄政王啊 老子管他是谁 你们这帮废物 如果杀不了他 你们都得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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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太爽了 哈哈哈哈 老子今晚 就要拿摄政王的血 来下酒 杀 给我杀 给我杀 哈哈哈哈 少爷又浮用那个东西了 每次吃完之后 都像变了个人一样 是啊 臭鬼连摄政王都敢杀了 嗯 他当时吧 是不是当时死 大胆 你们是小谋反吗 哦 什么狗屁 老子只接到消息 这里有一个江阳大盗 前来捕捉 江阳大盗 你们并非官府之 废话这个 本少现在就送上路 兄弟们 你们跟了我李洪伟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等我爽完了 就把它赏给大家 哈哈哈哈 哪来的疯子 哦 小妞 有意思 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今晚 我会让你尝尝 本少不利 哈哈哈哈 李刚是你什么人 一个快死的人 不凡告诉我 李刚 是我 爹 他是李洪伟的儿子 听说李洪伟 嚣张跋扈 不学无术 常年士服五十三 疯癫狂躁 李刚还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放屁 竟敢污蔑本少 你们 去把这个男的 给我剁成肉泥 女的 发光了 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王爷 属下救驾来之 还请王爷责罚 你们怎么才到啊 再晚一点我就嘎了 老板 苏统领进宫去协助调查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是啊老板 听了你的交代之后 我们就立马动身了 幸好来得及时 李安排的 你防万一嘛 苏北庭令 将这些刺客就地政府 将李侯伟捉拿归案 将李侯伟捉拿归案 保护少爷 少爷你先撤 用得着你说 下 对啊 饭桶 一群饭桶 误会 这都是误会 王爷 叔叔下无能 还让李侯伟给跑了 不关你的事 这些死事都是武功高强之辈 他是李老狗的儿子 那就是说 伤害我弟弟的 毒害那娘脸 都是他了 那我们去抓他吧 没那么容易 李丞相老江句话 没有证据 根本搬不到他 木柏 苏北 苏王爷回府 奴家给王爷请安 王爷 您身份高贵 怎么能跟那疯丫头 一起疯 你特意跑来本王面前 就是为了说洛西的坏话 王爷 您怎么那么说人家呢 淳家听说您受伤了 特意来看望您呢 我不想见您 你出去吧 王爷 王爷 我也是侧妃 您受伤了 我来服侍您 不是应该的吗 本王乏了 要休息 那奴家 伺候您入寝吧 木柏 该吃药了 洛西 你听我解释 洛西 不是你看到这个样子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摄政王 看起来身体还挺硬了 您继续 王爷 您别动怒 那死丫头不知好歹 您可别跟他生气 我不想见得 你给我出去 王爷 是他惹你生气又不是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 宋北 你帮我滚进来 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 大猪蹄子 老色屁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亏我还跟你熬用 那个狐狸精都爬上你的床了 正如您预料的那样 他一口咬定 跟李洪伟断绝了父子关系 李洪伟在外面做的所有事 精英俘予五十三所致 与他没有半点瓜葛 算了算了 不用管他 找到李洪伟才是当务之急 嗯 长领 王妃 李洪伟长大了 在哪 李洪伟 别犯抗了 束手就擒吧 你们这群杂脆 凭什么抓我 你刺杀摄政王 证据确凿 罪无可赦 摄政王 老子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摄政王 再说 你们知道我爹是谁 敢抓我 都活你了 李小狗 就算是你爹李老狗来 也救不了你了 原来是小美妞啊 你也来找哥哥 到连头了还敢对摄政王妃不敬 王妃 我爹 还是当朝宰相 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哎 倔强 可要可傻了 不管什么时代 违禁品不能沾了 李小狗 你爹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 不可能 我爹最疼我了 你们手在这放屁 就看看你爹还管不管你了 拿架 抓我呀 我现在是玉王大帝 你们谁敢靠近我 我就将夏天雷 劈死他 他这是什么 五十散客多了 扫不住了吧 这 咱还抓不抓 抓呀 干嘛不抓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哟 李老狗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我们才刚抓到你儿子李洪伟 你就过来了 哼 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对我儿子干了什么 是你儿子自作自受 跟我们没关系 没关系 不可能 那他怎么能成为这个样子呢 不对啊 李老狗 你不是都已经跟李洪伟断绝关系了吗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很像 很像 子岸 你由律行司接手 就不劳烦摄政王妃操心了 此事 本王妃还管定 苏北 将他拿下 我看谁敢 王妃 按照我朝律法 咱的确由律行司经办 属下也无能为力 那呀 那老夫 就把人带走了 来啊 把公子扶起来 跟老夫都 谈了点 李丞相好大的官威啊 李丞相好大的官威啊 你终于来了 以后人都要被他们带走了 老臣见过摄政王 不知摄政王大驾 有势远迎 还请摄政王恕罪 大胆里更你可知罪 老臣不明 摄政王此言何意啊 你二里宏伟刺杀本王 王妃受本王指引前来捉拿此人 你却百般做 是何举行 还是说 此事与你有关啊 摄政王可是冤枉老臣啦 老臣可是暗虑 并攻行事啊 摄政王 好一个并攻行事 陈相难道真当本王 是三岁孩童吗 这 这 这 若曦 她这是怎么了 五十三科多了呗 什么 你方才说 五十三 李老狗 亏你还是位吉人臣的成相 五十三吃多了会死人 你不知道吗 不应该啊 她答应过老臣 不再服侍五十三了 不对 肯定是你们对她做了什么 我懒得跟你废话 再不就知 她马上就要报别人亡了 我儿不能就这样没有了 我们李家 就这一个独苗啊 现在只有我能救她 但若想让我救治她 我就必须把她带走 李老狗 你一下如何 看来丞相不愿意 那就让她自生自灭吧 等等 那 那老臣就答应你 苏北 带她去太医院 王太医 我儿到底怎么样了 丞相大人 少爷 因常年大量服侍五十三 已毒入五岁 回天发术啊 丞相大人 不是我等推托 实在是 为臣能力有限啊 自古以来 五十三中毒到这个程度 就是神仙也没辙 儿啊 我的儿啊 都怪爹灌救不业 害了你啊 丞相大人 摄政王妃在这儿 他能将陛下的病治好 不妨 请摄政王妃试一试 能救是能救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赶快说 只要老夫能办到 我都会答应你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告诉我 幕后指使是谁 我就救他 怎么 不愿意啊 那你就等着你儿子 如发身亡吧 如果 说了背后之人是谁 你确定 能救我儿 当然了 不就是五十三中毒吗 现在还有的救 不过 再耽搁一会儿 救星官才哪儿了 好 老夫就告诉你 不过 你得答应老夫 两件事 说 第一 确保 我儿无忧 老夫就这一个儿子 我不能让李家 断了香火呀 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 那就是老夫 一旦全盘拖出 那就会引起巨大祸事 老夫 劳烦斩摄制王妃 先救全赐吧 承下稍等 我这就去配治疗的药材 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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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我儿 苏北 快去追 是 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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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就要知道真相 怎么样 刺客找到了 灰王妃 刺客自尽了 什么 洛西 还生气呢 我和沈叔他 你跟他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了 李鸿伟他 什么时候能醒 药已经给他灌进去了 但是他中毒太深 估计 还要等一会儿 我是真没想到 李丞相 竟然会在太医院那一次 看了他背后的人 实力真的挺可怕的 能养死士 估计 是你这种 位高权重职 何止是能养死士啊 连女人都是 想睡事睡事 洛西啊 那个是 你是不是还想说 这个事不是我想的那样 洛西 我真的和沈叔 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不是 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男人 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样子 只会靠下半身思考 洛西 我发誓 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 如果身边再有别的女人 就让我 天大舞雷轰 哎 哎呦 别别别 干什么 同样无期 同样无期 洛西 除了你 其他女人在我眼里 全部都是过眼云烟 好吧 这可是你说的 李红尔 李丞相已经死了 老徒是死了 不可能 他可是当朝丞相 危机认诚 怎么可能会被杀死 我亲眼所见 骗你干什么 你们肯定是在骗我 我的药 我的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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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东西 把药给我 李红尔 洛西费了这么大劲 才把你救回来 你还想吃五十三 你救我 你们别假惺惺了 我那天差点杀了你 你们巴不得我死 你们还能救我 没错 你差点让洛西和本王与命 本王确实想把你千刀万挂 但是你爹 用背后主谋作为交换条件 求洛西救你 不然 你真以为我会救你 不可能 气死你 怎么可能让人救我 你清醒点吧 你爹再怎么样 他心里挂念 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 挂念我 他最在乎的 只有不择手段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甚至我娘死了 他都当作没看见 见到我 除了打我就是骂我 他巴不得没有我这个儿子 他都挂念我 我不信 我不信 李宏伟 你爹已经死了 是谁杀的你应该知道 下一个 恐怕就是你了 你们别以为我会相信 你们现在所说的一切 只不过是想从我口中 得到你们想要的事情吧 我是怕中气的 主人 李宏伟醒了 醒了 太医不是说李宏伟必死无疑吗 真麻烦 才杀了李丞相大儿子又醒 看来 我还是低估了那个安若熙 残草了扑根 李宏伟必须死 是 主人 是 李宏伟 到现在你还在执迷不悟吗 我们李家 能有今天 全都是倚仗 那位大人物的 现在 只凭你们几句话 难道就要挑拨我们李家 对那位大人物的忠心吗 忠心 你们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 一旦棋子失去作用 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这 就是你爹的下场 有时候棋子 也是可以自保的 我们手中 掌握了那位大人的罚名 若那位大人 真要把我们李家 弃之不顾的话 我们就跟他 与死网铺 你是老东西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一旦棋子失去控制 就会将其抹杀灭口 别 见着别 老子全当你们的 你宝屁 李洪伟 你 李洪伟 你还在执迷不悟吗 王爷 害皇太后一旨 让您速速进宫 这个时候让你进宫 此时却有蹊跷 你随我一起进宫看看 参见母后 布置母后这么急着 让儿臣进宫 所谓何事 毒害陛下的凶手找到了 找到了 凶手是谁 证据确凿 已经认罪化压 只是此人 四弟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凶手是 安尚书 安大人 什么 不可能 四弟 你是不是弄错了 是安尚书 买通陛下身边的太监 下毒遇害陛下 不可能 我爹下来胆想 给陛下下毒 他有这个打量吗 那个小太监在哪 东窗事发 小太监已经畏罪自杀了 自杀 那就是死无对证了 安大人已签字化压 此罪甚大 大理寺已经定案 明日 再来 五十问斩 怎么会这样 安王妃 哀下念你就陛下有功 故而免你诛灵之罪 你去大理寺 见你父亲最后一遍 谢大黄太后 陛西冷静 我没事 我很冷静 安大人他 我虽然恨他 但却从没想过他死 他虽然不是个好爹 但也确实是个好官 可毒海陛下这件事情 实属蹊跷 应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先是李承相 后是我爹被迫认罪 没错 这是有人刻意安排好的 我怕 我怕再查下去 你也会有危险 如果不查 安生就白死了 还有僵尸与母女 死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 答应我 你现在无论如何 都不能出事 我还要等着 跟你身上十个孩子 走 我陪你去旅行司 不对 李红伟 李红伟 爹呢 有话跟你说 爹让你做好喽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说 好吧 爹可跟你说啊 你说如果有一天 你爹我要是出了意外的话 你呢 就把咱们保留的证据 都拿出来自保 老头 你位高权重的 谁能杀你 现在这世道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你对我虽然是位高权重 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啊 那就是别人的 你这老狗 你呀 挺爹的 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 你一定要自保 行了 老头 有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啊 没事儿 我可走了啊 你这孩子 哦 对了 这椅子该换了 不舒服 一间公处到岭间 不由的本宫心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 怎么这么叛逆呢 现在 少爷 晚饭准备好了 我不饿 帮走 姬不叫 狗不行 咱们跟的娃娃总哭醒 主人派你来的 是的 主人知道你被抓 特地让我救你 现在整个太医院 都有摄政王的人 重兵把守着 这 这怎么走啊 我有办法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也有今天 这回你解恨了吧 我这都是报应啊 是谁让你认这个罪的 是谁 又能如何呀 这 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自私 你怎么想都想 不过 在临死之前还能见你一面 我就没有遗憾了 多想这辈子都见不到你 以前 是我做的不对 我也不值得你原谅 以后 你跟蛇城王要好好的过日子 我能看出来 她对你是情深一切啊 有她照顾你 我也就放心了 放心 你有什么资格说真情十一四个字 我娘真情十一对你 但她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我这一生啊 最对不起的 就是你娘 我糊涂啊 少跟我说这些 你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所以 就全当我是在赎罪吧 我也好去跟你娘还有安生赔罪 赔罪 你有什么资格赔罪 随你怎么想吧 我累了 你走吧 你以为我想来看你 你知不知 你提人顶嘴就是在包庇罪犯 安生赔罪犯 安生赔罪犯 既然这 你就去跟我娘和我弟弟赔罪吧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怕 又心 你一定要好好哭下去 主人可真是神通广大 没想到 能在摄政王的亲卫队处 安插人手 主人运筹帷幄 自是算无遗漏 对了 主人呢 主人何等身份 怎会尾身至此 放心 都安排好了 我李洪伟 感谢主人对我的救命之恩 接下来的事 我会为主人赴汤蹈火 尽心尽力为主人办事 敢问使者 接下来主人需要我做什么 主人说 希望你去个地方 主人需要我去哪 下地狱 让你下地狱 为什么 为什么杀我 为什么 我们李家 对主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所以你们也没必要活下去 不 主人怎么会杀我 我们李家 为了主人做了那么多事情 主人承诺过 会把我们李家融化富贵 怪就怪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只有死人 才能让主人安心 知道 我这真的是呗 你所 他想要背叛主人 自然要处理掉 而你 本该被五毒伞毒死 何必又醒来再死一次 不 不 我们李家 对主人是忠心耿耿 怎么会落得如此下阵 我就算是死了 我也在下面等着 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会找他算账的 死吧 不可能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那你觉得本王应该在哪呢 舍战王 我求你 求你帮我爹报仇 你们想要我的命 还想让我帮你报仇 是永安王 都是他指使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给我一万个胆子 我也不敢的 狄派狐言 永安王乃陛下叔父 贤民在外 怎么会做出如此 手足相残之事 没错 永安王乃本王兄弟 他温文而言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千真万确 这 对了 我有证据 证据 没错 这些年来 永安王 一直与家父有密信来往 就在我家老宅 我可以再往里去取 王爷小心 恐怕有诈 我没说谎 这些年来 我爹 在永安王的收益下 可口顺银 买卖官职 那书信上 写得一清二楚 此言当真 小人没有半句隐瞒 让属下 随他去将密信取回 此事事关重大 我亲自先去 李洪伟 带路 是 王爷 想不到 四弟心机如此之深 暗中布局十几年 若不是亲眼所见 这让本方如何相信 相信了又如何 我也不好了 人家门从外面锁死了 我亲爱的三哥 既然都被你知死 那就休怪弟弟无情 三哥如此操劳 就让弟弟跟三哥下去 武功团剧吧 小凡 你大胆 本王知道三哥武功盖世 但你武功在岗 我这是怎么了 他马上就要死了 我怎么还跟他发脾气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爹 这回 真是一个前人都没了 安王妃 大理寺来信 安大人 刚刚在狱中 自尽了 什么 这是安大人 临终前 留给您的书信 告诉你 洛西 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 为父已经走了 这些年 为父听信 江氏与禅言 对你们母女万般刁难 为父 对不起你娘 对不起安生 也对不起你 为父走到今天的地步 或许 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 你要小心永安王 他这些年 暗中 眷养死事 排除义气 你丞相 与他狼狈为奸 做了许多 伤天 害理的事 如今 他要拿你的性命 要先为父认罪 为父如今 已截战一身 就剩下你一个女儿 才能让你有半点危险 也罢 为父何惧一死 罗西 答应为父 你要好好活着 摄政王 对你有情有义 你们将来 要平安喜乐的生活 这样 为父在九泉之下 也能欣慰了 安定国 绝必 爹 爹 爹 你 你怎么这么傻啊 永安王 竟然是永安王 安上 江世宇 安玲瓏 弟 你们的仇 我一定会报 王妃 都同理回来了 苏北你怎么了 王爷呢 王爷 王爷他 遇难了 什么 苏北 苏北 看王爷满面春光 可是有什么喜事 是啊 王爷这么晚窗换微臣几人进府 可是有什么安排 本王 确实是有天大的喜事 王爷 有什么喜事 可否跟我等分下 摄政王 死了 什么 王爷放心 我等 为王爷马首是瞻 不敢有半点违信 我秘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好好好 送爱亲平身 谢陛下 除非爱亲 认为朕 做龙椅 何是否 陛下 登基 乃众望所归 万民之福 我等之福 还望陛下 尽快登基 拨乱反正 以正朝鲲 好好好 除非爱亲 有从龙之功 无日 这便荣灯大跑 再就诸位 众 众有赏 陛下 微臣愿送西域歌姬百名 解年方十八 送陛下 侍奉左右 微臣提前恭贺陛下 愿送上黄金万两 梅玉石车 往陛下笑纳 微臣愿为陛下 在全国各地打造行钩 树向立传 让后代歌颂千秋 传唱万古 诸位爱亲 有心了 放心 待朕 登顶至尊 这朝野上下 还需诸位用心呢 陈能登顶你命 小凡 你这是要造反吗 小凡 你这是要造反吗 你们先退下吧 微臣告退 青爷 你怎么来了 请来坐 来 我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又要发什么疯 胡说 我发什么疯 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称呼你为陛下 小凡 你到底要干什么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本来还说给你个惊喜 青眼 青眼 你马上就要当皇后了 皇后 小凡 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荣华富贵母仪天下 当初许诺给你的 自然要实现 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到底想要什么吗 我只想跟你简简单单 平平安安的跟你过一辈子啊 简简单单 不可能 我不甘心只当一个永安王 只有我 才配做天下的公主 小凡 你醒醒吧 别再做傻事了 醒 我已经醒不了了 如今摄政王已经被我施法杀了 这天下 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你说什么 摄政王 你杀了摄政王 没错 他死了 天下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了 疯了 你真是疯了 我才没疯 这一切 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凭什么他摄政王得到的东西都比我强 凭什么他得到的东西都比我好 就凭我娘 只是一个处事卑微的公女 我要去禀告太皇太后 禀告陛下 轻野 我要去禀告陛下 轻野 轻野 你要干什么啊 小凡 轻野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别碰我 轻野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为了我 你要杀了摄政王 为了我 你要谋权存位 只要我当了皇帝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这天下 就都是我们的了 小凡 我只想要无忧无虑地跟你在一起 你不要拿我当作借口 父神之谨 我不当皇帝 不知道有多少人盼着我死 我不坐在那个位置上 还贪什么无忧无虑 只有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才有能力杀死所有威胁到我们的人 小凡 从始至终都没有人想要害你 你一直都是你在害别人了 胡说 他们 他们都想要我死 那我就杀 杀光他们 小凡 别再疯下去了 现在就认罪 还有机会 不管你丢到什么惩罚 我都陪着你一起 你是我丢别人的罪 没人敢丢我的罪 秦也 你放心吧 救委君再等等 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等天亮了 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我会轰轰烈烈地迎娶你 让天下所有人都敬仰你 小凡 来人 把乔小姐带下去好生看管 小凡 你回来 别再凑下去了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我害怕 怎么回事 母后 我只是看您每天 垂帘听政太过辛劳 特来为您排有解难 排有解难 没错 那个位置 我来坐 这样 你就不用每天为国师担忧了 放肆 小凡 你是要造反吗 造反 太皇太后 你还真是老糊涂 这哪里是造反 我这是来登基的 皇帝的位置 有能者坐之 让一个乳羞未干的孩子坐在那里 我不服 放肆 永安王 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皇帝年幼 每天还要被你这个老太婆垂帘听证 长期以往 国将不国 只有我 才能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 越来越昌盛 什么外地 都将被我臣服 只有我 才被做着普天之下的公主 混账 你自由丧命 挨家视你如己出 你怎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是如己出 你也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我的母后是个宫女 你从小到大都对我冷漠随意打骂 你好意思把我当成你孩子吗 还想对你年龄何不可 来人 快让摄政王进殿护驾 你还指望你的摄政王来救你这个小崽子吗 我告诉你 摄政王已经死了 今天皇上这个位置 我是坐定了 谁也拦不住我我说的 你说什么 摄政王死了 没错 他死了 连渣都不剩 你的好儿子要是不死 我怎么可能会今天来夺这个皇位呢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今天我消贩 将会是新皇 谁赞成 谁反对 老臣反对 永安王 你这是要谋反 永安王 谋害摄政王 永安王 迫使陛下退位 对太皇太后不敬 每一条都是死罪 如此数倍 若能登基称皇 如何负重 又如何 督住着天下万民的悠悠之口 还有谁反对我登基的 永安王 文公武制 德才兼备 乃至新皇的不二人选 老臣 赞成 臣复义 当今陛下年幼 不足以担任一国之军 老臣建议陛下退位 由永安王登基 永安王成为新皇 乃千命所归 臣等拥立 永安王登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都反了 放肆 你哥哥都反了吗 别乱我 不要见永安王 别乱我 我要见永安王 哟 原来是安王妃啊 安洛西 来恭贺永安王 登基大宝 安王妃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永安王致永双全 才貌无双 洛西实在钦佩 洛西愿为永安王 安前马后 不留余力 安王妃 你弟弟 你继母和你妹妹 还有你的父亲 甚至你那个老相好 摄政王 可都是我杀的 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 还想着来投靠我 实实物者为俊敬 我一个弱女子 现在连个依靠都没了 只能来抱永安王的大腿了 唉 没想到你竟如此是款 安洛西 哀家看错你 摄政王对你情深义重 如今他尸骨未寒 你却对他的仇人攻守而降 太皇太后 死一时彼一时 你们是不怕死 可我还年轻 我只想好好地活着 总不能跟你一样 在冷宫里度过余生吧 你如此 怎么对得起那些 被他害死的亲人 人死如灯灭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您不是从最开始 就看我不顺眼吗 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死 下半辈子 就在冷宫里 了却余生吧 我会让安洛西 每天都去伺候 你 爱情好歹也是你的母后 后 你已配 别以为我知道 是你把我母亲逼死了 杀你 我冷宫已经算是人之以尽了 来人 小皇帝拖下去斩了 爱家求你 小皇帝对你造成不了任何危险 能不能留他一条性命 他必须死 他现在年幼 确实对我造成不了危险 但我绝对不能让他长大 养虎为患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做 永安我 我觉得 这样未免太便宜他了 小女子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哦 说来听听 贱人 你又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从你进殿起 把王就已经知道 所先配合你 这把王看了一出好戏 小凡 你个畜生 你丧尽天良 坏事作季 可可我没能杀了你 你不得好死 骂 继续骂 骂够 本王就送你下去 见那个赌命摄政王 不 不 去家都能在下面装去 来啊 杀了我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你刚才不是说 叫为本王安前马后 不容于力 那本王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想干什么 打断你的手锦 在冷宫里陪着那个老太婆 天天像狗一样活着 小木贝 我来陪你了 住手 母后 儿臣就驾来迟 还请母后恕罪 小木贝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还活着 本王的弟弟登基 本王怎么可能不来见证一下 木贝 你怎么还活着 对不起 露西 让你感谢了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秦燕姐 小凡 别再扯迷不误了 停手吧 趁影仙还没酿成大错 回不了头了 我情心不惧十多年 为了今天我赌上了一切 小凡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视你如亲兄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亲兄弟 笑话 小白 别在那里虚情假意了 你不知道我母后 当年怎么死的吗 是母妃娘 我母后 就是被她 害死的 小凡 你休要胡说 这么多年来 太皇太后 一直对你视如己出 又怎么可能会害死你母妃 她是不哭耗子 假自卑 我不临走之前 竟然最后一个人就是她 我亲眼所见 她定是 把我女子跟她争处 使她当不上这个太皇太后 你母妃 当年入宫之前 她就已经有了新上人 可这事还是被先皇知道 你母妃为了保护你 选择了自尽 而她临终前 也就是你见到哀家的那日 她将你托付给哀家 哀家本以为 这事已经过去了 可没想到 这么多年 你却还在一直调查 不管你相信与否 哀家所说的都是事实 不可能 你骗我 你在骗我 我母后就是被你害死的 事到如今 哀家还有必要骗你吗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哀家与悦儿情同姐妹 又怎会害她 闭嘴 你不可以叫我母后的名字 你不配 你可认得这个 这是我母后的许牌 怎么会跟一模一样的 你以为哀家 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当这个太皇太后 不只是为了哀家 自己的孩子 也是为了你 你自己想想 一个失识的皇子 能在深宫里存活多久 如果是哀家 害了你的母亲 哀家又怎能 让你平安长大 每次你惹先帝生气 都是哀家护着你 哀家是怕对你不好 无法向你 酒泉下的母亲交代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四弟 你因为一个误会 就害了这么多人 事到如今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我 我 我 小凡 原来我 这么多年 活得很 原来 这么多年 我做的这些事 原来只是一个笑话 小凡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们可以找个 没有人的地方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小凡 我已经犯了大 我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清颜 不 不 不 我望远 清颜 这辈子 没法兑现莫言了 下辈 再加倍不成 小凡 小凡 等等我 我来了 清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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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小凡 与乔清颜 合葬吧 都是命苦的孩子 是 母后 母后请节哀 这是小凡 自己的选择 二等还要继续顽抗不从吗 将 参与永安王一案党羽 全部抄家问斩 从犯连将三级 罚奉三年 饶命啊 瀑布尚书因宫殉国 追奉永安侯 赏金千两 世袭往庭 摄政王 你旧驾有功 想要什么封赏 母后 儿臣不想要什么封赏 只想让母后 废弃儿臣的选妃 儿臣只想取洛西为妃 选奏 说谢母后 你怎么逃出来的 小凡 你大胆 王爷 是火药 到了 王爷 我们 放心 王爷 我就算是死 也带你杀出一条血路来 慢着 火门祖战有密道 王爷 跟我来 原来如此 老婆 今天我还给你开了一个榴莲 个头都特别大 那可不 我们马莲王榴莲 个个皮薄肉厚 磕磕饱满 能不好吃吗 想要了解我们马莲王榴莲 就请点击下方链接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老婆你就多吃几个 吃完努力 再多给我剩几个 我这才刚怀了 你还要我生啊 找生产队驴去吧 嗯 这样的